最近被炒的火热的固态电池 它听起来很高端 但真的更安全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直观又粗暴的穿磁实验 来给大家实际看看 这三个电池分别是半裤带 联酸铁力电池和普通山芸锂电池 将这三个电池全部充满电 然后进行穿制测试 看谁炸的更猛的 这几个电池都是5000毫安的容量 我们先来测试普通山芸锂电池 现在饼压是4.16V 基本上是满电的状态 咱们直接开始测试 炸口普通山芸锂会立马发生爆燃 虽然没有出现明火 但是电池的内部可以看到是发红的状态 可想而知到内部温度到底有多高 接下来测试的是联酸铁力电池 同样也是5000毫安的容量 联酸铁力电池满电3.6V 但是它会降到3.3V 但同样也是满电的状态 咱们直接开始测试 吃播后没有发生爆燃的现象 测试电池电压在3.35V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接下来测试半固态电池 同样它的满电电压是在4.2V 当前电压在4.21V 满电的状态 连续吃播后没有发生任何反应 测量辨试在4.17V 下降了零零几V 也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的 再次测量铁力电芯 3.3V 对比一下普通山云里电池 1.4V 2.3V